第295章 说道 我是在看 你这小家伙 究竟啊 还隐藏了多少东西 竟然能够让人如此意外 奥托笑着说道 文言消炎 只得无奈送奸 不过 你这次表现得 如此引人注目 我想 恐怕不久后啊 切命那老家伙 就会找我来打听 你的身份了 虽然他不知道 你的确切实力 可年仅二十岁左右 便能够将铁木灵液 提炼之八次 这可是子宫会建立以来 屈指可数的几次啊 嗯 我知道 消炎缓缓地行走着 点了点头 在提炼铁木灵液的时候 他便是想到了这些 不过 大会啊 即将开始 暴露实力啊 是迟早的事情 所以 他也没有必要 在这个关头 故意表现得极差 虽然低调挺好 不过 不过低调过头了 那些不屑嘲讽的目光 倒还是很让人纠结 与无奈的 关于我身份的事啊 那就麻烦 奥托大师帮我隐瞒了 因为一些缘故 暴露身份的话 恐怕我就不会 再参加这次大会了 所以 大师可得 尽量帮忙啊 萧炎微眯着嘴唇 轻声道 听得萧炎所说的 这严重的后果 奥托一愣 旋即皱着眉头 如果萧炎那退出比赛 那么 此次黑炎城炼药师工会 岂不是失去了一个 取得好成绩的机会 这对于上任以来 从未有过太多剑术的奥托 实在是一份 很有分量的威胁 皱着眉头沉吟了好片刻 奥托呀 方才点了点头 苦笑道 好吧 我尽量帮你掩盘 好在呀 这批会员资料啊 还未上传 我还能修改一下 那便是多谢奥托大师了 文言 萧炎微微松了一口气 笑道 哎 没办法 我可不想 我好不容易找到的 优秀选手给跑了 奥托无奈地说道 萧炎笑了笑 刚欲说话 弗兰克的朗笑之声 突然地在前面响起 嘿老奥 怎么样 测验结束了吗 这小家伙怎么样 此时的萧炎两人呢 已经走出了走廊 由于是交叉路口 此处的人流颇为不少 而听得 弗兰克的笑声 顿时便是有着不少好奇的人士 放缓了脚步 将目光投向 那与奥托行走在一起的 萧炎身上 因为先前的测验 是内部测试 所以 这些烈药师 并不知道里面的 确切比赛结果 不过 他们也知道 能够参加这种 内部测试的人 大多都是属于此次大会的 种子宣少 实力极为不凡 听得笑声啊 萧炎抬起头 望着那大步走来的 弗兰克 在他的身边 一身银色裙袍 显得极为冷艳的雪妹 与那林飞也是跟随着 此时 他们那有些好奇的目光 同样是投射在萧炎身上 显然 他们也是很好奇 萧炎能够在 这种等级的测试中 取得何种成绩 还凑合吧 算是通过了 看着来到面前的三人 萧炎微笑着说道 文言一旁的奥托 翻了翻白眼 这般成绩 如果还算凑合的话 那其他的人呢 岂不是都不合格了 通过了 那就好啊 原本呢 我还有点担忧来着 毕竟那些参加内部测试的家伙 都不是省油的灯 弗兰克笑道 喂 你这家伙 这次可是代表着我们黑炎城呢 虽然不指望你超过柳灵那种级别的天才 可这种内部测试 至少也要拿个前十 才有可能在大赛上取得一个不错的成绩吧 光是凑合可不行啊 林飞嘟着嘴说道 显然呢 他似乎认为硝烟所说的凑合 应该便是那种勉强过关的分数 柳灵虽然天才 可他毕竟是丹王骨河的弟子 而且他年龄比硝烟大一些 能有这般成绩 已经算是很不错了 至少我们连取得这种成绩的资格都没有 似乎啊 是由于上次因为桃花火 硝烟帮着说了好话的缘故 爵妹瞟了一眼林飞 淡淡地说道 我知道你崇拜那柳灵 不过硝烟可是我们这边的人 他若输了 我们黑岩城面上可都不好看 随后林飞兴兴地说道 我只是站在 他是我们黑岩城代表的位置上 才这么说的 又没说他什么 这关柳灵什么事吗 哎哎哎 好了 你们两个给我安静点吧 乔德这一对冤家 扰托无奈地摇了摇头 对着弗兰克笑道 这一次你恐怕会惊讶地下巴掉下来 哦 怎么了 弗兰克一愣疑惑地问道 奥托黑黑一笑 刚欲开口 身后走廊之中却是一阵骚动 几个人回头一看 原来是那些参加测验的选手 陆续走了出来 而在最前面的两人 正好便是小公主 以及那脸色有些阴沉的柳灵 嘿 看 那就是那柳灵嘛 丹王古河的大弟子 其实果然不凡呐 如此年龄便是三瓶的药师 哎 真是让人羡慕啊 想必这次测验的成绩 最佳者呀 非他莫属了 哎 谁让人家有好老师呢 我可羡慕不来 望着那从走廊中走出来的一行人 周围的人顿时窃窃私语了起来 硝烟微偏过头 望着那缓缓走来的柳灵笑了笑 脸色阴沉地行出走廊 柳灵一眼便是看见了 那个熟悉的本应 嘴角微微超出了一下 旋即深吸了一口气 顿时 脸庞上的阴沉迅速淡去 取而代之的是那阴柔的笑容 严肖先生 恭喜了 走上前来 柳灵先是对着奥托弗兰克两人 弯身行礼 然后转头对着硝烟笑道 硝烟笑着摇了摇头 在下还有事便不多聊了 严肖先生 明日我们大会见吧 柳灵此时明显呢 没有聊天的心思 在打了声招呼之后 便是举步闪开了硝烟等人 然后穿过人群 消失在众人的视线之外 严肖先生 跟着柳灵上前了几步 小公主突然止住了脚步 迟疑了一下 转身对着硝烟微笑着说道 晚上有个聚会 很多大会的恋药师都会参加 你 抱歉了 晚上在下还有事情 恐怕没有时间 对于小公主 这突然投出来的橄榄枝 硝烟微微一愣 拳技释然 摇了摇头 笑着说道 硝烟的拒绝 并未出乎小公主的意料 她的嘴唇 微微动了动 盯了硝烟一会儿 方才笑隐隐地说道 既然如此 那我也就不勉强了 日后颜硝先生 有需要帮忙的地方 可以来找我 告辞 望着那缓缓消失在 视线尽头的小公主 硝烟微抿着嘴 想起在测验结果出来之前 她对自己的态度 再看看现在 心中啊 不由得苦笑道 不愧是从皇室出来的人啊 有用之人与无用之人 在她眼中差别待遇 竟然如此之大 眼眸中带着小星星的 看着柳玲消失 林飞呀 这才转过头来 望向硝烟 疑惑地问道 对了 她恭喜你干什么 哈哈 没什么 硝烟笑了笑 她并不认为 赢了柳玲 就是什么很了不起的事情 固然她是古河的弟子 可这点虚名 对于曾经敢把古河 与美杜莎女王当渔豹 而自己当了一回渔夫的硝烟来说 几乎没有半点震慑力 各位 我也有些事情 先行告辞了 明天大会上见 不给林飞 继续追问的机会 萧嫣娜笑着 对奥托几人拱了拱手 然后便是快步地 对着工会之外行去 刚才的内部测试 是提炼铁木灵液 望着萧嫣 匆匆走出的背影 奥托抚摸着花白的胡须 片刻后突然说道 提炼铁木灵液 挺困难的 那东西几乎是 中等材料中最难以提炼的 依我现在的实力 也不过只能提炼九次而已吧 文言弗兰克一惊 转头地说道 是啊 奥托笑着点了点头 对着柳灵消失的地方 扬了扬下巴 说道 那小家伙提炼了六次 六次 听得奥托此话 弗兰克脸庞上 顿时不满惊讶 了不起啊 如此年龄 便能够是达到这一地步 不愧是骨河的弟子 那东西我似乎只能提炼两次 林飞和我也差不多 那柳灵的修炼天赋 果然非同一般 一旁的雪妹轻叹了一声 说道 那是自然了 加马帝国年轻一辈的炼药师中的奇处 非他莫数 林飞笑着说道 看他的模样 还真是对柳灵啊 很是崇拜 那可不一定 奥托大笑着摇了摇头 乔得林飞怒目瞪来 笑着说道 虽然哪 柳灵极为优秀 可颜潇 却丝毫不必他弱 刚才的测试 柳灵提炼了六次 而炎霄 却是提炼了八次 奥托这话 无以宛如惊雷一般 让得弗兰克三人 脸庞之上的表情 瞬间僵硬了下来 八次 这可足足需要 四品烈药师 才能够达到的地步啊 而硝烟一个 二品烈药师 居然也能够做到 这如何可能 老 老师 您 您开玩笑的吧 从震撼中回过神来 林飞善善地说道 他极难相信 硝烟竟然会比柳灵 还要牛 一旁 雪妹呀 也是微张着红唇 冷艳的表情 此时也是愣然 他虽然并未看低过硝烟 可却从没想到过 他能够取得 这般耀眼的成绩 老奥 您说的是真的吗 弗兰克紧紧地 盯着奥托 面露狂喜 硝烟的表现 越出色 对于黑岩城 分会呀 好处会越大 这小家伙 隐藏得很深呢 我现在突然很期待 这一次的大会了 笑着望着硝烟消失的地方 奥托笑隐隐隐地说道 这一次的大会 恐怕它将会是一匹最大的黑马 296章 从炼药师工会 出来之后 肖云娜便直接回到了居住的旅馆之中 调息了几个小时 直到状态恢复到了巅峰后 这才怠度地出了旅馆 然后 一路对着纳兰家族行去 开始了今天的驱毒疗程 虽然明知道 每替纳兰杰驱毒一次 自己体内的烙毒 便是会变得更加浓郁 可为了那烙毒中 所蕴含的雄厚能量 以及七幻清零弦 肖云娜也值得继续这般下去 不过 不管烙毒如何变态 她倒不是极为的担心 毕竟 有着清廉地心火的护体 就算到时候烙毒爆发 萧妍也有信心与之抗衡 经过这几天每次出门 纳兰杰与纳兰素的亲自送行 现在整个纳兰家族的人 都认识了萧妍 这个有着冷漠表情的青年 所以乔得她的身影 不仅没有人出身阻拦 而且在与其擦身而过时 还会恭敬地 弯身行礼 此时的天色已经昏暗了下来 不过纳兰家族中 却依然是灯火通明 来往的族人在路上穿梭着 宛如集市一般 轻车熟路地走过几条小道 纳兰家族那宽敞的大厅 又是出现在了视线之内 萧妍慢吞吞地走近 一阵喧哗的笑声夹杂着音律 从大厅中传了出来 让得喜欢安静的萧妍 眉头微微皱了皱 缓缓地行进大厅 萧妍抬眼瞟了瞟 却是瞧见 宽敞的大厅中 有着不少人坐礼其中 互相谈笑间 依然是一副欢乐聚会的排场 站在门边 萧妍目光在大厅中扫过 有些惊讶地发现 不仅柳玲以及那位小公主在这里 就是连雅妃亚也是在其中 此刻的她 身着一套红色的紧身旗袍 一条雪白的球皮披肩 为她平牵了几分雍容华贵 有美迷人的曲线 让得大厅中不少男人的视线 偷偷投射了过来 看来似乎来的不是时候 望着这热闹的大厅 萧妍无奈地摇了摇头 刚欲转身回去 女子柔和的声音 突然地从一旁传了出来 严肖先生 既然来了 那便请进去休息一下吧 萧妍偏过头去 望着那微笑着 站在柱子旁的娇贵美人 淡默的脸庞上 不由自主地略微缓了一下 不过紧接着 脸庞便是再度回复冷漠 说道 不用了 纳兰小姐 我这人哪喜欢安静 不太喜欢这种场合 出现在柱子旁的美人哪 自然便是纳兰家族的 掌上明珠 纳兰燕燃 他此时俏立在柱子旁 精致的俏脸上 勤着笑意 身体上那套云兰宗弟子 方才能够穿戴的白色裙袍 在偶尔间 凸显出旗下的曼妙曲线 在身材比较间 他似乎毫不逊色于雅飞 只不过两人的气质 却是截然不同 瞧着如今的那蓝燕燃 硝烟不得不承认 这三年来 他的确是从当初那娇蛮的少女 蜕变成了一个 拥有脱俗气质的成熟女人 这样的女人 若说她能够 让得万千男人为之追逐 也并不奇怪 不过 不管那蓝燕燃再如何变化 可那印在硝烟记忆中的 始终是当初那个 在硝家强行退婚 并且让她的父亲 极为难堪的蛮横少女 所以硝烟对她 一直难以表现出什么好脸色来 严肖先生 听说这次的炼药师工会内部测试 你的成绩很不错呀 这几天的见面 一直见到硝烟那张冷冷的脸庞 所以 那蓝燕燃倒是并未因为她现在的脸色而有所后退 缓缓走上前来 笑阴阴地说道 严肖先生 恭喜啦 袖着那萦绕在身旁的香气 肖烟那脚步不可觉察地 对着另外一旁移了椅 对于纳兰燃燃为何能够知道 炼药师工会内部测试的结果 她并未感到如何诧异 以纳兰家族的势力 想要得到这点情报并不是很困难 况且 那柳玲为了讨好她 什么东西都会说 侥幸 摇了摇头 肖炎西字如今地吐出两个字后 再度地保持了沉默 说话间 她连眼光都未曾瞟向纳兰燕燃 肖炎的这副居然千里之外的冷漠 让得纳兰燕燃有些头疼 这么多年来 面前的青年 还是第一个对她如此冷淡的男人 苦笑着摇了摇头 也不想再继续说话 然而 刚想退回之时 一道苏麻地 让男人腿软的小声 突然地 在两人身后 响了起来 纳兰小姐 里面的好多人呢 可都是在等着你呢 你却在这里 悠闲地陪人聊天 听着这熟悉的小声 肖炎呢 这才转过头来 望着那端着一杯红酒 慵懒地靠着大门的 妩媚女人 冷淡的脸庞略微解冻 严肖先生 我们又见面了 笑吟吟地走上前来 雅菲冲着消炎 杨雷杨玉手中的 透明酒杯 怎么 严肖先生和 雅菲小姐很熟 听得雅菲的招呼声 纳兰燕燕燃眉毛啊 不着痕迹地扬了扬 微笑着问道 我与严肖先生 认识好多年了 关系挺不错的 雅菲笑道 眼波流转之间 扫向消炎 含笑着说道 你说是吧 严肖先生 耸了耸肩 消炎顺手 取过雅菲手中的酒杯 然后在后者 那略微泛着些许 飞红的翘脸下 将之一饮而尽 叫着说道 你怎么来这里了 一把从消炎手中 夺过酒杯 雅菲翘脸飞红的震道 你这人太没礼貌了 消炎笑眯眯地望着 雅菲那红润的脸颊 后者 那迷人的风情 实在是让人心动 难怪当初在乌坦城 无数人为了一窥 雅菲的容颜 挤破了头的 往拍卖场跑 父亲当初啊 似乎也有点热苗头啊 老牛吃嫩草 可不是什么好行为 手掌摸索着下巴 消炎那突然在心中 恶作剧地想到 纳兰燕燃站在一旁 望着有些打情骂俏 以为的两人 精致的脸颊上 略微有些不太自然 他原本以为 消炎的冷漠性子 是性格释然 可如今看见他 与雅菲笑谈之间的 那股柔和 全然没有对待 自己时的那股冷漠 严肖先生 雅菲小姐 你们聊吧 我先进去了 道歉 对着两人 微微欠身 纳兰燕燃呢 便是转身 对着大厅之内 行去 留下两人的背影 望着纳兰燕燃 离去的背影 消炎没有 丝毫挽留的意思 抿着嘴 感受着嘴中 残留的红酒的余味 小家伙 胆子不小 竟然敢吃 姐姐的豆腐 纳兰燕燃一走 雅菲便是 竖着柳梅 对着消炎震倒 目光在雅菲 脸颊上扫过 最后 停在那诱人的 红唇之上 想起 先前两人 同饮一杯酒的 那股仪泥 消炎嘴角啊 流露出些许笑意 被消炎一直 盯着自己的嘴 雅菲哪不知 她在想些什么 当下 翘脸飞上一抹羞红 躲着脚震倒 你再做怪 可就别怪姐姐 我喊你真名了 看着她那 恼羞的表情啊 消炎笑了笑 收回了母光 说道 你来这里做什么 纳兰老爷子 逐渐康复 这可是纳兰家族的 大事 作为纳兰家族的 合作伙伴 我们米特尔家族啊 自然是受邀在恋 雅菲对着大厅内 扬了扬雪白的下巴 笑道 当然 除了我们米特尔家族 里面来的人 大多都是迦马圣城中 颇有名气的势力 这唠毒还未完全清楚呢 便开始庆祝了吗 这未免也太早点了吧 文言 消炎不由地摇了摇头 撇嘴说道 这也是 纳兰老爷子 相信你的本事 不过 我也没想到 你竟然还真的 能够将那烙毒 从老爷子体内驱逐 要知道 那可是连丹王骨盒 都痛痛不已的剧毒呢 现在在帝都的很多势力间 都流传着你的消息呢 雅菲毛子盯着消炎 有些诧异地说道 当初啊 介绍他来纳兰家族之时 他也只是打着适时的念头 可却从未想到过 消炎居然真的能够 将纳兰老爷子治愈 若不是因为那奇幻清灵贤 我不会来这里 消炎目光扫进大门内 淡淡地说道 你也见到纳兰燕燃了 不过 你比我想象中的 要镇定许多 见到他的是炎消 并非是消炎 消炎实质交叉 目光盯着 那一进入大厅啊 便是成为了焦点的 焦贵女人 漆黑毛子间 反着寒意 叹息着摇了摇头 雅飞不在这个问题上 继续询问 笑着说道 走吧 进去看看 我们组长可是很想见见 你这个居然能够让得 海老都忌惮不已的青年俊姐 没养 没养趣 拜托了小家伙 姐姐帮了你那么多忙 你不能让姐姐掉面子吧 乔德消炎竟然打算离开 雅飞呀 牵手合十 不住地摇动着 哎 你这是在 勾人犯罪呀 明明生就一副 妩媚气质 在做得这种 小女生的模样 这种视觉冲击呀 顿时让得消炎 苦笑着摇了摇头 挥了挥手 无奈地说道 好吧 去见见 见到消炎答应 雅飞脸上顿时浮现欣喜 脸颊上的小女生模样啊 瞬间消失 然后转身 一太优雅地走在前面带路 而望着她这般快速的变化 消炎苦笑着叹息了一声 只得跟上 走进大门 里面的喧闹声啊 再度让得消炎眉头微皱 而雅飞也知道 她喜欢安静 连忙地伸出牵手拉住她 快速地穿梭在人群中 以雅飞的容貌 自然是极为容易惹人注目 当下一道道目光射了过来 当这些目光 瞧得雅飞与消炎 那拉在一起的手时 皆是一愣 旋即目光犯着奇异的 盯着场向普通的消炎 现在的雅飞 在加玛圣城啊 也能算得上是名人 以如此年纪 便能掌管着庞大的 米特尔总部拍卖场 这可是米特尔家族 首次发生的事情 而她将拍卖场 管理得津津有条 也是让得很多暗中 将之斥为花瓶的人 住上了嘴 不过 虽然雅飞表面热情 看上去极容易熟络 可熟悉她的人都知道 这位妩媚的游武 对于男人 却是有着一定的抗拒性 做个普通朋友容易 可想要进一步发展啊 却是困难重重 所以当他们瞧得 雅飞现在居然和一位 其貌不扬的男人 手牵着手 目光啊 自然是有些奇异 当然 以雅飞的容貌 以及气质 大厅中啊 也不乏一些她的爱慕者 而这些人 看向硝烟的目光 则是充满了酸意与愤怒 周围的各色视线 并未让得硝烟脸堂啊 有何变色 任由雅飞拉着 脸色平静地 抵抗着那些灼热的目光 穿过人群 雅飞脚步突然停止了下来 硝烟目光跳过她 望着角落处的安静席位 那里 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 正在与旁人说笑着什么 略微有些严肃的苍老脸庞 隐隐透着些许危言 他便是我们米特尔家族的组长 米特尔滕山 雅飞小声地介绍着 然后似是觉察到什么 赶忙放下萧妍的手 站在后面 萧妍能够发现 他那娇嫩的耳间红了许多 哦 随意地点了点头 萧妍跟着雅飞 缓步地走上台阶 然后停下脚步 而雅飞呀 则是快步上前 俯身在耳边低声说着什么 半想之后 老人微笑着点了点头 抬头望着萧妍 抬起身来 笑隐隐地说道 严肖小友 早有耳闻啊 很高兴见到你 我是米特尔家族的组长 米特尔滕山 无名小子 哪值得滕山组长惦解 萧妍轻笑道 能够让得海老如此对待的人 浙加玛帝国啊 可没多少 小友还能称作是无名之人吗 萧妍笑而不语 心中啊 却是暗自的帝国 看来海伯东 与米特尔家族间的关系啊 还真是不一般 难道那老家伙 也是米特尔家族的人吗 哈哈 严肖小友 请坐吧 笑着将一旁的位置让了出来 米特尔滕山后退了一些 乔德萧妍坐下来 笑着说道 严肖小友 这次炼药师工会的测试 成绩很不错呀 恭喜了 唉 这炼药师工会 不知道是故意泄露出来消息啊 还是保密措施真的很烂 怎么所有人都知道 听得米特尔滕山的话 萧妍呢 无奈地摇了摇头 只得再度地 虚伪地客气了一番 萧妍小友这段时间在加玛盛城 若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 可以直接去找雅飞 反正你与他呀 也是旧时 米特尔滕山笑眉眉地说道 话语之间倒是把萧妍与雅飞间的关系 说得颇为暧昧 文言 萧妍偏过头来 瞧着那端着红酒 优雅品尝的雅飞 他或许也是听出了 米特尔滕山话中的意思 那张妩媚的翘脸 在红酒的反射间 越加得红润诱人 无奈地摇了摇头 萧妍呢 只得笑着附和了两声 经过上次海波东的提醒 米特尔滕山现在是想尽办法 与萧妍拉着关系 平日严厉的神色 已经被他褪去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副极为温和的笑容 那般温和的模样 让得附近与米特尔滕山熟识的人 大感诧异 皆是在心中暗中的猜测 萧妍的身份 作为一族之长 米特尔滕山自然是颇为健谈 而且席间还有着雅妍偶尔微笑着插话 这里的气氛看上去似乎极为融洽